中共喉舌新华网在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国若动荡将比苏联更惨的文章 引发了舆论狂潮般的批评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在8月5号有刊文 对新华网的这篇文章进行了所谓的解读 解读文章是声称 中国绝不会像苏联那样相对文明的解体 中国崩溃将被战争和流血一路相伴 有评论认为 目前中共面临解体的危机 那么这些文章都是在恐吓人民 同时也是中共内部各方势力 在向习近平喊话施加压力 署名王小时的中国弱动荡将比苏联更惨的文章 遭到各界的猛烈抨击后 8月5号《环球时报》发表文章指称 自由派人士猛批这篇文章 并认为苏联解体是俄罗斯人民之福的说法很幼稚 文章宣称苏联解体是为中国敲的警钟 文章还发出所谓的警告 中国经不起动荡 一旦崩溃将会相伴战争和流血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坡指出 《环球时报》这篇文章是威严耸听 很明显的目的就是恐吓民众 他分析经济体制的混乱 民怨也积累到了零暴点 中共已无计可施 为了维持一党专制 所以要恐吓老百姓不要闹 现在来讲呢 中国现在走到了一个直通路口 所谓的工作组织发展模式呢 已经走进此步 所以要转型 但是转型是很痛苦的 现在通资是不能带头了 出口也不顺畅 也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出口其实是大面积的倒闭 那句话我们别说了 因为老百姓手里没有钱 旅美元大陆史学家刘英权则认为 目前中国社会各种危机四伏 只有按照戈尔巴乔夫模式 顺应世界潮流及时解散中共 中国才能真正走向民主法治 如果想多转的话 才有毛泽东的那一套办法的话 才有文革的那一套办法的话 如果那样动荡的话 当然了会血流成火 会更惨 如果像像这个民主这个方面发展 像普世价值这个方面发展 像这个游戏方面发展呢 就会越来越好 7月初世界银行公布各国经济的 年度考试成绩显示 2012年俄罗斯人均国民收入 达12,700美元 迈入高收入国家之列 时政评论员汪北纪观察指出 苏联从1991年解体后 俄罗斯的人均收入从2000多上升到1万2000多美元 这种发展有目共睹 目前中共每年一次的北戴河会议将要召开 华坡分析这些文章的出炉 其实是各方的力量都在向习近平喊话 王北纪认为中共总是用一些谬论来安慰自己 恐吓人民 用无耻的言论来证明它存在的合法性 只能是自欺欺人 事实际上废除独裁走向民主的体制 不是前苏联一个很多 小的国家也有 大的国家像苏联 整个欧洲 中欧都走向民主化 是不是中共要把这些所有在过去30年当中 走向民主化的国家全部来批判以后 才能证明它的合法性呢 王北纪质问 中共窃国60多年来 哪一天离开过动荡和流血 他指出 现在中国人的一切痛苦 一切罪恶 一切悲剧都来源于共产党 只要中共解体或消失 整个中国 整个人类社会都会走向和谐美好